凯特的脸上刚刚挨了好几巴掌 还打在同一边脸上 他转了个身 在对面这个女人没反应过来的情况下 给了他狠狠一拳 这一番震惊其他人的操作 却没有影响到里面的四位评委 和正在灵动舞蹈的年轻人 M很显然没有从凯特手里讨到一点好 她的脸被打肿 头发被抓烂 但是这并不影响她的发挥 凯特入圈虽然晚 但是就算是外行人也知道 里面这个少女的能力 绝对超出在座诸位一大截 凯特完全不知道 M这个细胳膊细腿的妹子 为什么上来就要和自己干架 后来心动学才告诉她 刚刚她无意间提到了学院的禁忌 奥利奥 那个跳河自尽的少年 曾经是学院的种子选手 奥利奥还是M的双胞胎哥哥 而傻白甜凯特 听到他们在聊奥利奥这个名字的时候 立刻就说 奥利奥他不是自杀死掉了吗 所以才遭来了M疯狗一般的攻击 然而对于凯特这样一个异乡人来说 时尚之都巴黎对他的恶意 根本不止于此 他来自自由国 原来是女子篮球队的 后来误打误撞进了芭蕾舞团 本来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情 可最后竟然被老师发现 他实在是太天赋异禀了 在自由国国内拿了好几个奖之后 老师就强烈推荐他去 巴黎的舞蹈学院试试 只有这个学院是和 巴黎芭蕾舞团直接对接 每年只会选一对男女 也就是说 只有两个胜者 其他全是败者 竞争内卷如此激烈 但凯特现在看到的 只不过是小部分 所有的外人看到的 不过是结果 两个人一男一女 被推上了万众瞩目的舞台 而实际上 他们只有15周的时间准备 每一周结束的时候 将会进行所谓的生死测试 排名垫底的 直接卷布盖走人 经过了最后的筛选 将一共有10名男女 进入修罗场 接受专业目光的苛刻测试 最终角逐出那五分之一 学院内人均努力家 没有哪个人的脚 是完好的水土不服 而且没见过什么市面的凯特 上来就被院长定性为 下个星期就会滚蛋的loser 凯特身材高挑 长得漂亮 性格大大咧咧 不扭捏作态 但这每一项在这里 都是他致命的缺点 他只能穿最大号的舞裙 也并没有合适的舞鞋 虽然他有这个学院 提供的所谓的全额奖学金 但是这些东西 都得自己另掏钱 关键是 学院周边的店铺 很显然还拿回扣 这里的东西都贵得吓人 他还得交出自己的手机 要和人联系 必须得在学院的公用电话上 并且被规定了通话时间 学院里的很多人 还没满十岁 就来到这里参加练习 他们个个知根知底 面对对方的时候 却都恨不得咬牙切齿 凯特被安排进的宿舍 实在有点尴尬 M竟然是他唯一的室友 而且这间房间 几乎就是M的窝了 他在这里待了整整十年 更关键的是 这里只有一张床 咱俩都是互扯头发 互相攻击的交情了 凯特真觉得如坐针毡 满脑子运转着 怎么找借口离开这里 又在想院长 还会不会给他安排 另外一间房间 会不会让他今晚 直接睡走廊的时候 M竟然很怪异地同意 让凯特睡他的床 这位满身不良嗜好的M 竟然还带着凯特去了一家 他们几乎所有人 都会去的酒吧 丛林 这里的空气中 有一种特别的魔力 他们能在这里忘记自我 迷幻世界让凯特与M 陷入了一场怪异的battle中 对 你没猜错 就是尬武 两位在药物作用下 幻想自己就像一只美丽的极乐鸟 在迷离的光芒下 他俩跳了三回合 也没有分出胜负 但这是因为凯特 突然想到的一句老话 退一步海阔天空 他决定和M尬成平手 也就是因为这样难得的觉悟 让M与凯特的关系 发生了悄无声息的巨大变化 集训也开始如火如荼的进行 而凯特这才发现 他们的训练方式是男女合练 女孩能分到怎样的男伴 决定了他们能不能获得胜利 当然对男孩们也是如此 但出于剧情考虑 只有一个男孩是最帅 而且专业水准最高的 这位就叫烧饼 所以这帮女生就陷入了某种怪圈 他们会以各种方式和烧饼搞好关系 甚至不惜用一些走捷径的手段 线下的第一名 姜麻鸡 甚至牺牲了自己的练习时间 也要跟烧饼约会 竟然通过这样激情的方式 才会让这位努力的妹子 觉得她胜券在握 但是很怪异的是 在第一次正式训练的时候 院长竟然将烧饼 安排给了别的姑娘 即便焦麻鸡距离力争 想表示他俩的默契 才是最好的 依旧改变不了结果 凯特产生了一种感觉 他自从放下一切 孤注一掷来到这里之后 一直都被人狠狠地踩在夹缝里 关键是这只脚 根本不只是一个人的脚 他的经济能力 与周围这一众人都不同 所以这些少男少女 能在学院周围的店里 肆意地买东西 一边付钱 一边吐槽院长拿回扣 而他只能偷偷摸摸到 二楼拿了一盒胶水 用来填补那已经采烂的乌鞋 在他忙着做手工劳作的时候 焦麻鸡一改常态 再也不是白天那咄咄逼人的模样 他应该也已经累了 也不管对方是谁 焦麻鸡现在只想找一个人类吐槽 他觉得自己的境遇实在不公 毕竟以他的条件 要从一帮白幼兽的女生中 一军突起 这可能性实在是微乎其微 除此之外 他一点错都不能犯 一旦犯了 就会被人抓住把柄 一顿输出 而他永无翻身之日 这代表着他要更努力 抓住一切机会 这一番话突然戳中了凯特的神经 于是他在今夜随便找了个理由 就敲响了烧饼的门 烧饼自然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 也就顺水推舟了 凯特原本以为这个猥琐的行为 简直可以一劳永逸 知道烧饼说的那句话 千万不要把这件事告诉M 即便烧饼现在的对象 变成了焦麻鸡 他还是非常惧怕他的前女友 这个M到底有何魅力 实在让凯特好奇 直到这天晚上 他发现M身上套着和平民 几乎永远不会有关系的晚礼服 凯特这才发现M的身世 绝非他这种小喳喳 可以匹敌的 这个少女的母亲 是自由国住法国大使 而父亲则是农产品商业大亨 说实话 凯特的下巴都合不上 能投胎到这样的家庭 他到底还有什么好抑郁的 有必要每天抽烟喝酒 烫头集油的吗 在凯特的想象中 M现在应该在上流社会的 豪华酒店里 跟一只花蝴蝶一样乱窜 而自己则在警示的走廊上 走了个来回 他正想着怎么拒接 自己老爹的电话 应该扯怎样的谎 才能让老爹真心相信 我在这里过得很好呢 直到M回到寝室 他睡不着 所以凯特就跟他讲了个故事 曾经 人类还没有出现在地球上的时候 所有的动物都被神 用一张黑色的毛毯 混在了地面上 他们看不到一丁点阳光 直到一只鸟的出现 这只鸟奋力地飞上了天空 用嘴日复一日地 对着这张毯子进行攻击 终于有一天 鸟的努力得到了回报 那条毯子被他啄出了一个洞 随后这些洞越来越多 越来越大 众神因此被感动 从而撤去了毯子 而原本被鸟啄出的洞 则变成了漫天繁星 凯特现在还不知道 这个故事对于M的意义 但故事讲完没有几秒钟 M突然对他说 我会让着你的 我们俩会一起拿奖 并且将自己的一颗名贵耳钉 直接送给了凯特 随后M煞有介事地 让凯特和他进行一个约定 在生命中 我们要无条件地信任对方 帮助对方 爱对方 至死方休 这种与生死有关的契约 千万不要随便下 虽然非常莫名其妙 但是能和这样一个女孩 成为闺蜜 凯特能从中吃到多少红利 他想都不敢想 新的考核即将到来 每个舞者都必须要 在四位老师面前过关 化妆间里所有的女孩 都在忙碌着 M被人叫走之后 焦麻鸡去开始和凯特搭话 他已经从凯特的眼神中 发现他与M之间的猫腻 于是他给出了一个 莫名其妙的警告 他也许现在跟你称姐到妹 但比赛的时候 他就会从你的屁股后面 狠狠给你一刀子 可考核阶段 M一脸自信地翩翩起舞 姿态很优美 但和考核的指定曲目 与姿势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因为挑了自己的编舞 直接被送上 鸭蛋一枚 凯特很惊讶他的这种行为 M这才告诉他 他会一直用这种方式 降低自己的排名 直到凯特站到前五为止 一种微妙的气氛 在这两个少女之间弥漫开来 直到下一个同学的考核 他却在这时 找不到自己的缎带了 妹子心急如焚 可不得不上 他却在临走之前 狠狠地催了M一口 一定是你干的 这样的恶言恶语 没有持续一分钟 妹子进入了考核室 她就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半个小时之后 这个妹子用拐杖 支撑着自己的另外一条腿 在家人的陪伴下 永远离开了她爱的无常 没有人会觉得可惜 这些少男少女的心里 只会有两种感觉 开心和恐慌 摔断腿的妹子的这件事 很快就被他们忘记了 剩下的人再次 投入了紧张的训练之中 终于在M的战略下 凯特凭借自己的能力 与心机冲到了第二名 仅次于焦麻鸡 虽然很无耻 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 自从他和烧饼的关系 变得亲密之后 焦麻鸡就和烧饼分手了 凯特也就借着这股风 借机成为了最有可能 和烧饼搭档的女舞者 他与M的计划 如火如荼的进行中 而凯特似乎完全沉浸 在这种喜悦之中 无法自拔 直到这个时候 父亲的一个电话 给他从头到脚 泼了一盆冷水 父亲虽然很高兴 但还是告诉了凯特一个事实 他已经把他们家 原来的房子卖掉了 凯特虽然不知道各种原因 只知道自己抛下一切 来到异国 他向最后竟然落的一个 无家可归的后果 梅云自乎一个接着一个 M在凯特的包里 找到了当时 那个摔断腿的妹子 丢失的缎带 原来凯特也并非什么 傻白甜活脱脱的黑莲花 不管他是真的 为了尽可能地 排除掉竞争对手 从而用到这种极端方式 还是真的只是忘记还了 事情已经过去了 虽然凯特的真面目 已经显露 但M对他的态度 却十分奇怪 还和之前一样 对他很好 甚至掏心掏肺 还带他去知名舞蹈团 看第一男舞者表演 关键是 M竟然厉害到 直接能和这个第一视频通话 凯特作为白富美的最好闺蜜 红利当然不止如此 他还被邀请去了M的家 和这样一对厉害的父母 共进午餐 只可惜M的老妈 这位阿姨连猪炮一样的 嘲讽和咒骂 直接把凯特给整破房了 阿姨直说道 凯特现在拿的这份 专供自由国学生的奖学金 是M家提供的 一开始这份奖学金 就是专门提供 给那位M死去的哥哥奥利奥的 因为在这对变态父母看来 只有奥利奥才是舞蹈天才 而M只不过是 这位天才的陪衬 奥利奥能有这种结果 所有的错 都在M身上 凯特简直震惊 真是家家有本难念的惊 在联想之前 焦麻记对他的劝导 M其实腹黑得很 表面上是董事的公主 背地里其实想着办法 在你最风光的时候 捅你一刀 但即便他再腹黑 又怎么可能会害死 自己的双胞胎哥哥呢 听话当然 不能只听一面之死 M对于奥利奥之死的解释 又是这样的 奥利奥染上了药瘾 他非常喜爱这种疯狂的状态 所以他只要跳舞 都会整点 于是有一天 他与M发生了一些事 当时M的妈妈 正好回来看到了 当场惊慌失措 一切就失去了 事情出了之后 M就刻意地疏远了奥利奥 骄傲的奥利奥 就此选择了跳河自尽 M因此饱受折磨 而现在他发现 他找到了凯特 凯特终于能替代 奥利奥的位置了 凯特听完受宠若惊 他何得何能 能得到白富美的如此翻牌呢 M对他的容忍程度 越来越高 甚至到了些许离谱的状态 凯特继续练习着舞蹈 从头到尾 他的重点 都是在自己 能不能得名次上面 M根本就不在 他的考虑范围之内 反正M那么强 肯定能进前五的 他的努力 加上M的助攻 他一定能和烧饼搭档 最终战胜焦麻鸡 拔得头筹 成为整个学院里 最亮的妹 M与他果然 顺利进入前五 可问题是 所有的练习都是 他在和烧饼练 然后就有分配五半的时候 竟然还是将烧饼 分给了M 这一切也许情有可原 也许没有 毕竟就算M再怎么放水 他俩的水平 依旧不强上下 所以院长会把 最强男物者安排给M 倒也无可厚非 很幸运的是 凯特还能把这一切 想得如此单纯 塞翁施马 胭脂非福 他非常不满自己的男舞伴 而这个瘦小的男孩 似乎也不太可能 能将他举起 做一些高难度的动作 拿到高分 这个时候 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来了 巴黎舞团的 第一女舞者受伤了 他们急需在学院里 寻找一位后补 而凭借凯特 优美的舞姿 和绞好的外貌 他轻松拿到了认可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他这次完全是 超水平发挥 那是因为他在之前 就吃过了大量的药 而这些兴奋剂 很显然花了他一大笔钱 穷学生凯特 只能将公主M 送给他的那枚耳钉 拿来交换这批药 凯特当选之后 M无意间发现 他直接挑明态度 告诉M 当初他们的约顶太蠢 最后的选拔赛 根本就不可能 有两个女舞者同时胜出 赢的人只会有一个 他在充分享受完M 给予他的红利之后 遇到挫折 就立刻想反悔 除此之外 他因为M挑破了 他和烧饼接近 就是为了赢这个事实 而气急败坏 咬牙切实 凯特开始进团练习 并且开始疏远M 他只专注于 舞团之一位的谄媚讨好 和那位第一男舞者 搞好关系 因为他得到了一个消息 第一男舞者 会在最后选拔赛的时候 担任一个重要评委 他天正地认为 只要他花心思 去走这些歪门邪道 他就一定能成功的 不需要M的放水 他也可以成功 凯特的自私 除了毁掉他和M之间的 塑料姐妹情之外 还毁掉了 和他搭档的男同学 他正正有次地用 需要去大剧团的理由 拒绝和男同学排练 但这一切他都不在乎了 他只想赢 只想用走这种 歪门邪道的方式 证明自己不是小白花 如他所愿 演出大获成功 凯特原本以为一切OK 他马上就要 一步登天的时候 庆功宴上 第一男舞者 与另外一位 顶级舞者的对话 直接把凯特整破房了 舞台里的确有很多人 在追求艺术 想站在更高的舞台上 证明自己 但也有不少人 想要走捷径 凯特这才明白 他这些小聪明 既没有让他追求艺术 也没能让他 真正地走上捷径 如果说他认识了 这些人力 谁能让他真正地走捷径 就只有M和他背后 那财力雄厚的家族 凯特显然格局小了 最后只落了一个 一无所获的结果 他万分愤怒 却不觉得是因为 他的愚蠢 才让事情变成这样 他开始将矛头 转上了M 就是因为M 进入了他的生活 给了他那些乱七八糟的希望 才让他想当然地 以为自己掌握了一切 全身淋雨的凯特 发现M家 果然是这所学校的赞助商 虽然M屡屡屡犯事 但所有的评委 对他的眼神里 依旧充满着欣赏 依旧会把烧饼 安排给他做男务班 一切也许都是内定好的 M会成为最后的赢家 而他永远都是公主的陪衬 这也许不是最可怕的 这天晚上 他还接到了父亲的电话 父亲告诉他 之前搬家是因为 他不得不把房子卖掉 因为M家 把之前说好的 全额奖学金给断掉了 这巨额的欠款 不得不让父亲 把房卖掉 在联想M与凯特 在一起经历过的点点滴滴 凯特这才发现 他不过是这位大小姐的 一个玩意儿而已 所以M才这么主动地 选凯特当他的闺蜜 还带凯特感受 那些有钱人的生活 凯特陷入了这一段友情 随后他表现出 想要单费的态度之后 M气急败坏 才让他的父母 取消了凯特的奖学金 关键是 那些事做就做了 M这个女人 竟然还在这里装好人 凯特现在已经失去理智了 虽然他这段推理 简直全是漏洞 M要真有如此歹度 还能让凯特在这里作妖 而且明明该怪的是 这个圈子里的风气 该怪的是 他自己太自以为是 满脑子想投机取巧 却将所有的怨气 撒在了和他一样的 一个少女身上 实在是不遗忘 但是这段撕逼 才刚刚拉开帷幕 M一大早进入了练武室 却发现剩下那些人 都用一种相当怪异的目光 看着他 终于有一个同学 打破僵局 试探性地问M 你是不是因为和奥利奥 那个被你老妈发现了 所以他在自杀的 这是M这辈子 最不想听到的名字 和最不想听到的事情 而唯一知道这件事的人 只有凯特 凯特不仅添油加醋 将此事攻击于众 还不忘了 向M补道了一句 你真是恶心 当作完美收尾 他这样的行为 将一个骄傲敏感的少女 逼向了局路 M把两条腿 伸出栏杆的时候才发现 他和奥利奥 果然是传说中的双胞胎 绝望的时候 选择的死法 都是那么类似 他吸了几口气 正准备一跃而下的时候 他的动作却停止了 如果他现在死了 他在凯特身上 做的一切努力 不都白费了吗 他赶紧从桥上下来 随后他连夜 找到了院长 这位阿姨 虽然不怎么喜欢他 和他的爸妈一样 更喜欢天赋异禀的奥利奥 但不得不说 M也是一个 相当有天赋的武者 往日不可追 来者有可见 那只鸟 只有在坠地之后 他能明白 怎么飞翔的更高 如果M的一生 就是一只鸟的话 那么他终将明白 到底应该怎么样 在坠地之后 重新飞起来 M在终极考核上 决定读武 烧饼也就成了 凯特的男舞伴 考核当日 业界几乎 所有厉害的人都来了 在众目睽睽之下 就未都进行了 自己完美的演出 直到M M并没有 跳规定好的曲目 更何况 他是读武 他让他柔弱无骨的身体 跳了一只武 说是武 其实更像是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 虽然发人身形 但犯下大忌 他不断地跌倒在地 随后又站起 来回数次 这样好像是失误 却又刻意的桥段 实在是让下面 各位无法理解 最终他的舞蹈 以一个提线木偶 背后的线的断掉 他又一次跌倒在地的动作 为结束 凯特只记得M与奥利奥 那段所谓劲爆的经历 却根本不记得 当时M还对他说 奥利奥给M起的外号 就是提线木偶的意思 最终在最佳舞者揭晓之前 M主动离场 放弃一切机会 将麻吉与烧饼顺利进入舞团 凯特也如愿以偿 拿到了本场的最佳女舞者 成为了业界星星 与不会被忽视的高光存在 M从此失踪 而三年之后 凯特成为了炙手可热的舞团巨星 他拥有了一切他想要的 权力金钱名气 但是他渐渐发现 他简直就是一具行尸走肉 然而这样可悲地论掉 他从来不想承认 直到这次表演结束之后 一个少女的出现 那是M 他当时在考核上的退出 让他与家里的关系彻底破裂 他再从家里拿不到一亿分钱 但是现在的他和之前完全不一样 他现在自信潇洒快乐 和之前的敏感堕落是完全不同的 M终于在翅膀被折断 落到地上之后 重新飞了起来 成为了那只能够自由 翱翔于天际之中的鸟儿 而他也终于用他的努力 戳破了那块 遮住太阳笼罩地球的布 虽然不想承认 但是这一切都是凯特给他的 不管是最开始的凯特 还是最后的凯特 是凯特让他变成了 快乐鸟儿 他现在还在坚持跳舞 不过他跳的是他爱的舞 是他想象世人说的话 但是凯特想看到这一切吗 他何尝不知道 是他自己的不平衡 造就了他对M的恨 而M最后竟然还让出了那个名额 这种恨几乎成为了凯特 空虚生活的唯一动力 他只希望M重新找到他的时候 是也恨他的状态 而不是现在这样还在感谢他 最终他终于对M说出那句 对不起 审视过去的自己 勇于面对当时的错误 勇于感受失败 不断努力 才是成熟的标志 才是想要重新开始的标志 也许凯特也需要这样一个机会 让自己坠落在地 才能重新展示翱翔 让自己在黑暗中生存 才能充满对阳光的渴望 也正是因为这样 肮脏的灵魂才能变成天堂之鸟 奔上永恒的快乐 这部电影几乎就胜在颜值了 光是看这帮妹子男孩子说话 就已经足够了 自逼的痛点 简直比剧作《小时代》 还要迷个十倍 除了什么都写在脸上了 什么心灵救赎 自己放过自己才能放过世界 什么的我也就不说了 我就想说出这个故事里 很有意思的一点 女性与女性之间的相处 这一直是一个很有深度的话题 这个话题延伸出了 诸如母女婆媳 姐妹 闺蜜等女性关系的拷问 而本片中讨论的 主要是字面意思的 雌性竞争 这项竞争已经持续了45亿年 而现代人类的雌性竞争 更着重女性对自身外表的保养 甚至为了某些原因 收敛自己的性格等可可操作 身为现代女性 进这种基形的竞争模式 竞争虽然重场 但是过度与基形的方式 就是不可取的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老小龙的视频 请不bies点赞 订阅 deform一鹿 关注哦 by bwd6